繼續來關心交通的消息 目前礁溪的疑似線 只從191線拓寬到側車道 而通往市區部分還只是8米道路 有大型車輛經過的時候 常常會危及機車跟行人安全 尤其在民國105年 礁溪閘道完成後 將會引進更多車流 所以地方就建議疑似線 應該要接觸拓寬 因為側車道到市區中山路的疑似線 目前只有8米寬 如果有大型車輛經過 時常威脅一旁的機車 甚至還發生跌倒受傷的意外 因此地方建議應該趕緊拓寬 如果剛才有公共理由數據 今天說 雙大開市區的遺憾車 跟大型車輛 並非讓人宣傳一艘都 騎機車 是非常避難 都一定要扭 不然都在靠地 也很像幾個便 除了安全考量 外来高速公路交溪载道也会在这里开设 所以会有更多车流行驶一次线进入交溪市区 因此公所将会与县府积极协商 在民国105年前完成这条道路的全面拓宽 我所说的车道已经在1005年的完详 但是完详后相对这条油栏车也好 一般油漆车也好 在这里出现很多的车队 所以我希望管务全力疑似山路和中山路这条 可以车去透过配合疑似山车道完详的时候 希望1005年进展会来透宽完详 这段路我们开工工程差不多3600万 现阶段仪式线急需拓宽的路段大约有一公里 建设经费3600万元 但是土地征收费用可能需要上亿元 宜蘭兄记者张立林采访不到 这条道路